红烧的猪蹄吃腻了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猪蹄炖木耳 软软糯糯的入味又下饭 我儿子是很喜欢吃里面的那个木耳的 这个猪蹄如果连着它的蹄棒买的话是13块一斤 只要后面的蹄不要这个棒 就是15块一斤 我让老板给我切小块一点 他好像很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切这么小 家里不确定还有没有木耳买一点好了 为了避免太辣把小米辣换成了这个大红椒 开始做饭了 今天这个菜饭一定要多烧一点 先把这个木耳泡下去 肉体一定要给它洗在里面 特别是这个脚尖这边夹缝里面一定要扣干净 不然会有骚味的 冷水下锅去焯水放点姜片料酒去腥 然后捞出来用温水给它清洗一下 切些配菜姜辣椒葱 这个木耳我是没想到它会泡出来这么多 有点大给它减小一点可以开始烧了 油热放点姜片爆香以后把猪蹄放进去炒 时间要多炒一下哦 你看我表面都已经炒得皱皱巴巴了 然后放点盐放三勺生抽一勺老抽蚝油冰糖 还有一些香料香料就是干辣椒小块桂皮一个八角还有一块橘子皮橘子皮没有也没事 然后加啤酒今天时间有点赶就直接放高压锅去压了把这个木耳也放进去 摻点水这个水不用很多你看差不多齐平还没有没过那个猪蹄呢 等高压锅上气了以后先大火给它压五分钟再转小火继续压二十分钟 如果没有高压锅可能就要时间炖长一点了 烧开以后炖个五十分钟 水分好像也没有蒸发掉多少给它收汁一下 加点辣椒面蒜子如果不够咸再放点盐可以尝一下的 出锅前放青红辣椒葱段再放点松龙鲜 有白胡椒粉的可以放点白胡椒粉 这个木耳炖猪蹄就可以出锅啦 木耳跟猪蹄一样也是炖的透透的软软的 吸饱了汤汁很下饭很好吃 用这个筷子轻轻一夹这个猪蹄的皮就断了 很软糯了 那我先不拍吧 你要尝一下好吃才能拍是吧 怎么样可以拍吗 好吃吗 肉腾再吃 固定了 头小掌 肚子 小樊 一点 titt 全部给吃 冷藏 提 Monaten frente